三连到位,黑板干碎 您的每个三连都是up主生发的动力 哈喽大家好,今天是黑看上单神仙大战版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 一滴机纠集翻盘IG的对局 思路清晰,先说BP 来到第二局,IG是转换思路 将万豪的班位给了卡尔玛 上版,一滴机一抢卡尔玛 靠着对团队的机动性增幅 再配合牛皮汤赛纳 让IG蓝薄光辉加EV的三点poke阵容完全压惑 所以这局,IG就开始辨证了 他们的思路是放万豪转而按掉卡尔玛 这手其实相当精髓 我们在之前的视频里提到过 因为辅助装的改动,软辅十分吃香 特别是卡尔玛和露露 就像隔壁的京东对阵涛博的比赛里 这两个英雄都是在第一轮就被按死了 那现在,IG把卡尔玛一扳 一滴机就需要面临抉择 上期IG复盘我们讲到过 IG会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下落的对抗强度 帮助上中野建立优势 那EDG这边,如何复刻第一场 用下落破局的思路就很关键了 现在卡尔玛被按掉 硬完塞纳塔姆组合 其实不是很好的选择 因为很大概率要被IG用露露大嘴counter 那EDG这里,如果要帮下落建立BPO式 似乎只剩下一选露露这一个选择了 但这正是IG想看到的 露露加大嘴,对线又强,伤害又爆炸 但腿也短,很容易被不明的AOE蹭到 容错率不高 所以在EDG对IG之前 大嘴在LPL的胜率是0% 而IG这边,看EDG上钩 也没有再傻傻地去选EZ 而是直接蓝博加威鲁斯的远距离定点爆破组合 但EDG肯定也有心理预期 选露露出来 IG必然是要拿这种阵容 依然是自信所削大嘴 到这里,IG也明白 EDG是想下落破局 可能很多人都不能理解 为什么IG会连着两把选冷门英雄光辉呢? 说白了 他还是想蹭软辅装备这趟顺风车 选一个能给到群盾的辅助 同时,光辉的对线强度 也能让IG的下落组会陷入劣势 再加上大招能配合控制进行点杀 这就是IG给出的处理露露大嘴的答案 只看前三手 其实IG是小生一筹的 三个英雄都能对大嘴造成威胁 而且有连环combo EDG硬拿下露露大嘴后 反而是落入了下风 但还有第二轮 我们接着往下看 在IG看来 前三手他们已经给足了大嘴压力 所以只需要继续贯彻 针对大嘴的思路就可以了 这时候 猴子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 那EDG的思路来看 为了拿圣枪哥手热的格温 EDG是降低了打野的优先级 但其实这个版本 因为打野的优先级并没有之前那么高 打野是很难搬完的 所以即使是连续被ID针对两个英雄 还是掏出了一手赵信 满山阵容 他的大招和格温的W 组成了两个金钟罩 能最大程度上限制对方的远程输出 还补足了EDG的开团 最终IG拿到了常用来对抗赛拉斯的瑞兹 双方阵容成型 EDG这边 阵容手比较短 也缺控制 前期压力都在绕青身上 但到后期 大嘴格温都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是一套经典发育打团 阵地拉扯阵容 而IG这边 抓机会能力更足 前中期很容易滚血球 poke能力也很强 但因为只有猴子一个前排 团转容错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让我们进入比赛 进入比赛 两边下路就是这局比赛的关键 所以薰是从上往下的刷法 但EDG这边的做法更绝 照姓一级 看着扫描一路跑到下路 想和IG换野区 因为蓝博一级要点W 弱得离谱 一级光飞于维鲁斯的战斗力 也没有大嘴露露强 EDG的入侵几乎是十拿九稳 想通过换野区 来有效保证几方下路 能够压制对面 但IG选出这个阵容 肯定有防入侵的手段 光辉早早就在自家野区入口插了防守眼 看到了EDG的动向 随后薰的处理可以说是相当灵性 打完红buff和F6后 反掉了EDG的蓝buff 通过Yoke在F6的眼 他很清楚 照姓是在打石头人 我们来看看 IG其他人这时候在干嘛 下路非常凶的去换血 让EDG无法支援 瑞兹也在推线 蓝博还路过中路 蹭了个惊艳升三级 最后反掉一个F6大鸟后 他还可以回家再刷一组自家F6 可以说是想赚一波 同时 因为换野区改变路线 蓝博得以刷完石头后 直奔上野区 抓掉葛温 但我们要提一个点 这个真眼是清清楚楚 看到蓝博在往上路线上走的 圣枪哥为什么要打 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前期双方可以说是点到为止 这场比赛的第一个关键节奏点 是第一条小龙团战 这波是真正的千层博弈 IG仗着中路线权率先动龙 但EDG下路靠着等级差打得很凶 反而是掌握了线权 再加上IG这边 猴子大招还没有赚好 所以EDG是轻松接盘了这条小龙 也正因为拿到小龙 EDG的阵型是被蓝博大招完美分割 所以IG能赢下这波团战 拿到了2500的经济优势 但又因为 EDG拿到了这条小龙 是为之后的比赛买下了一个伏笔 这个我们后面再谈 回到正题 IG没有意外地在阵容强势激发力 小雪球被越滚越大 IG阵容强势的最真实写照 就是这第三条小龙团 团战还没开始打 在蓝博 拉克斯和维鲁斯的三重压力下 EDG的大嘴就已经被poke成了半血 露露甚至直接治疗来踩雪线 最后 EDG只能被迫放掉这条小龙 那在这里 我要给大家画一个重点 IG如果要赢团 阵容的拉扯能力 以及维鲁斯的poke效果 缺一不可 记住这点 这是整场比赛的关键 我们继续来看比赛 在中期 IG确实是靠着光辉的W 配合皇冠被动的群体加速 不断和EDG打拉扯团战poke 仅26分钟 就拉开了5000的经济差距 那其实只要不出失误 继续通过地图资源给压力 EDG就是经典的慢性死亡局了 但这只EDG和以前不同的地方在于 他们敢于去在逆风局里找到机会 注意 IG是典型的中期阵容 26分钟时 他们并没能拿到足够结束比赛的经济差 所以他们打得也很急 是一直在给EDG中路压力 想送兵线过去 然后在EDG处理兵线时 几人开车弱使大龙 扩大优势 当然 他们也可以假打大龙真打团 至少在这个时间节点 把团战开起来 但这只是IG的理想剧本 当兵线送过去 瑞兹的R也按了出来时 圣枪哥突然出现在了他不该出现的位置 我们回放到十几秒前 原来是圣枪哥胆大心细 看着扫描来到了一个相当刁钻的位置 他出现在这里 可以说是打乱了IG的整个计划 姐姐更是果断闪现 大招打断四人传送 让葛温的大招在这小小地形里打满了伤害 EDG的正面战场是大获全胜 但这里 发育背好的Nanny还是有全技能的 而且WIPER的大嘴也是失误了 连放三个R 把自己之前进半的蓝量清零 W都放不出来 再加上塞拉斯也不在正面 Nanny果断回头反打 同时 他的目标也很明确 是先杀关键辅助露露 最后Nanny血手触发 宛如战神 IG拿下大龙两极反转 几乎是按死了EDG翻盘的机会 但RPL好看的地方在于 你永远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 IG这波后 经济差已经拉开到了接近一万 又在中路打了一波灵魂2的团战 按理来说 有了这么大优势的IG 应该能轻松破掉EDG一路高地 然后拿下小龙魂 再去大龙连数比赛 但我们看看 IG这时候是怎么决策的 有复活甲的猴子是去中路担待 另外四人则抱团推下 意思很明显 两路高地我全都要 我全都要 但我们之前的BP就说过 IG这个阵容 只有猴子一个前排 如果说猴子不来正面 那IG就没有人可以扛第一波伤害 EDG三人轻松逼退了EDG四人 IG一路高地都没有拿到 这个决策对IG来说是毁灭性的 他们本来就花了很多时间在推高地上 没有拿到高地后 又要花费很多时间 去拿早已刷新的小龙 但要注意 大龙这时候已经要刷新了 那EDG猜到IG去拿小龙的情况下 他们是能卡着这个回程的时间 和大龙的刷新时间差 破釜沉舟一波 其实从结果论来看 水龙魂每秒50多点的回复 在这种后期团战里 真的是有些不过看 即使是IG推高地时决策失误 如果他们能有魄力放掉水龙魂 先回家补给准备大龙 那这场比赛 IG的胜算依然在七成以上 另一种可能 如果不是之前 EDG用命换来了第一条小龙 那这条水龙大概率就是远古龙 后面的大龙团也会有更多变数 但是没有如果了 IG收集到EDG打大龙的信息后 也只能去应接这波大龙团 这时候 维鲁斯 兰博 拉克斯 都是没办法回家更新装备的 真正有装备对背压制的 只有猴子和瑞兹 团战开启 第一时间 狗温使用W卡住了IG四人的身位 但猴子同样将EDG后排 打了个满的伤害 记得我们上面说的吗 IG想赢 就要打拉扯和poke 当他们想和EDG应接团时 其实就已经是处于劣势了 瑞兹开车想硬流人 但EDG赛拉四有猴子大招 露露大招同样也带 是有很大的反打空间 维鲁斯上车 虽然是打出了满Q的伤害 但后续也必须交出秒表和闪现保命 等于是给了EDG发挥的空间 一只OB的圣枪哥 则是在最关键的时候进场 他之前先A了三下小兵迭背洞 进场后 是打满了R的输出 W更是完美规避了瑞兹和维鲁斯的输出 这波团 格温对ID阵容的克制显露无遗 猴子这里也没想到 圣枪哥能在EV4的情况下完成反杀 再赶回来时已经迟了 而且这时候 IG五人闪现全交 EDG这边 最关键的大嘴还有双招 36分钟 已经是EDG的强势期了 ID明白 这就是最后一波了 孤注一掷用大龙逼团 但这时候 ID阵容的缺点也体现了出来 这种Poke体系打大龙太慢了 而且猴子要在正面打龙 就更没办法找机会 然后打乱EDG的阵型 这波团的关键点之一 是这个眼 其实上波团战 IG是知道这里有个眼的 但打大龙时 IG却没有去用扫描去处理 使得后续 EDG是可以完全掌握 IG众人的位置 完成包夹 第二个关键点 小学弟这里 其实是一直卡住了 IG这个防守眼的视野盲区 大家知道 维鲁斯续Q时 会有一个减速 而这就是小学弟出手的时机 IG没闪的缺陷 在这时候彻底显现了出来 塞拉斯一个E 接泳霜 控住IG的后排三人 再配合圣枪哥的大招 直接融化了IG的后排 而大嘴甚至都没交闪现 轻松避开了猴子的暴杀 EDG团战大获全胜 一波结束了这场比赛 整场比赛看下来 IG虽然在前期的小龙团 打出了一波非常漂亮的节奏 和中后期的团战运营 就比较差了 即使有接近一万的经济差 但因为高地和水龙 那波失误的决策 被EDG抓到机会 一破到底 反观EDG 在前期劣势的情况下 不断放龙 稳住局面 圣枪哥最后两波 也是占了出来 一锤定音 结束了比赛 好了 这期复盘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更多复盘的小伙伴 可以点个关注 点赞过两万 继续加跟京东队淘博 我们下期再见